天高海阔 张修杰 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么据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大陆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报道 其实这个会议应该说也很重要了 因为它关系到明年中国的经济政策 关系到明年中国的经济发展 虽然我们生活在美国 但是中国的经济或多或少的会影响 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当然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经济向好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普罗大众的生活 能够过得好一点 那么这个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到底有什么新的政策呢 对明年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据说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准备决定不开了 或者是延迟开 为什么不开呢 当然是因为疫情非常严重 但是后来还是决定要开 这说明什么呢 我想这说明第一 中国的疫情确实很严重 第二呢 其实经济形势比疫情还要严重 所以虽然在北京疫情这么严重 还是要开这个会 中国现在的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想大家最近在媒体当中 都有看到很多相关的信息 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这些信息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呢 我们生活在美国 也感受到这种影响 就是我们在美国很多药店里边 就买不到像太安脑这种退烧药 据说被这个代购啊 全部成批的扫到他们的这个篮子里边 然后寄到了中国大陆 现在美国这种药呢 已经每个人只能一定量的现买了 那是说明中国确实疫情非常严重 其实我真是搞不懂 疫情已经三年了 欧美国家经历过疫情 在欧美国家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呢 中国的大小媒体不乏幸灾乐祸的声音 幸灾乐祸就幸灾乐祸吧 但是欧美国家如何走过这个疫情的 我想中国应该可以吸取从中的经验 欧美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是既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那么后来有了有效的疫苗 有了有效药物之后呢 慢慢这些欧美国家就开始走向了 和病毒共存这个阶段 中国现在才走向和病毒共存这个阶段 其实应该可以吸收一下欧美的经验 比如说现在已经有有效的疫苗 已经有有效的药物 在改变清零政策之前 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些准备呢 要到现在连这个退烧药止痛药 都要在海外大量的寄到中国去 这点呢 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 不过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 很多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 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经济政策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啊 中国大陆的媒体 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那么在这些报道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 制定的政策非常的伟大 对明年的经济将会有重大的影响 今年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 推出的政策跟这个去年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这两天真是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些 相关的官方的信息 我实在没有看到有什么根本的不一样 因为我是经历过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 那段时间的那个时候啊 我还在大学念书 我们那时候最惊讶就是我们每天在媒体上看到的 有关这个经济政策或者其他一些政策的改变啊 是你们木屯狗呆的 就过去很多不能做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都突然发现可以做了 今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 推出的政策 我跟去年的对比了一下 我找了半天找去年的资料 我实在没有看到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呢 那这一点都不影响官方媒体把它称之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政策推出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看看这个新的经济政策到底有什么能够令到明年的中国经济能够腾飞的一些因素 这个新的经济政策有几个要点 因为很多媒体动辄几千字过万字的报道 我就不跟大家慢慢念了 我把这几个要点呢 拿出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看看明年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那么在这个经济政策当中呢 第一个要点就是要扩大国内的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的位置 那么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扩大呢 扩大消费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当然是非常好的 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看经济数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他预期着现在美国的经济怎么样 接下来走势怎么样 所以这个需求 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 采取了这个清零政策 清零政策在中国实行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很多企业关门了 很多人失业了 民众在家里靠着自己的积蓄 来度过没有收入这个阶段 那么现在如果要扩大消费的话 我们首相问的是 那么这个消费的来源在哪里 在这个今年的经济政策当中啊 说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怎么增加呢 我想增加收入一般居民来说 普罗百姓来说 无非就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加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 一般的投资市场能够获得回报 比如说A股啊 比如说深圳的这个股市啊 能够获得回报 那么再有呢 就是国家减税 国家减税实际上就提高了居民的收入 目前加薪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实在不知道 我想加薪的基础 首先是有工作 有了工作 才会有薪金 有了薪金 才会有一个加税的基础 减税 所以我在中国官方所公布的经济政策当中 所有的信息当中 我没有看到 对这个一般民众减税这样的因素在里边 那么如果既不能够加薪 也不能减税 A股现在又处在一个比较冷的这样的阶段 那么如何让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 从而促进消费呢 这一点我没有办法想明白 那么不知道大家如何看 这个政策的重点 第二个就是要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 集中优质的资源 合力公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我想这段话 你把它放在任何一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当中 你都没有任何违和感 它都可以适应当时的这个经济环境 这个所谓的集中资源 合力公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这段话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了 现在美中之间竞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晶片产业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行业 特别是晶片产业的打压 可以说非常的严厉 那么如果 如我们前几天所说的 韩国和日本决定加入美国的晶片同盟的话 在晶片产业这方面 中国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如果这一点不能够解决的话 除了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外 如何集中资源 合力公关 能够解决晶片这个事情呢 我也没有看到这里边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明年经济政策的第三个重点 就我觉得我们要认真解读了 就是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 必须亮明态度 毫不含糊 要深化国企的改革 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坚持分类改革方向 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现代公司治理 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这段话其实前后充满了矛盾 首先我们说什么叫两个毫不动摇 我想这一点可能大部分的听众都不知道 中国的所说的两个毫不动摇是什么 我专门查了一下开始我也不知道 原来这两个毫不动摇 第一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 第二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加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固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毫不动摇 这两个毫不动摇通俗的说就是 毫不动摇发展公有经济 就是国有经济还是目前中国经济当中的主体 以此同时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但是大家要注意第二个毫不动摇 第一个就是鼓励 第二个是支持 第三个是引导非公有制的经济发展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 说来说去就是在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竞争 那么第二个毫不动摇 针对的目标是私有经济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引导 那么如果是在国家引导之下的私有经济的发展 这还会是市场经济吗 如果是这两个动摇本身都是前后矛盾的 那么国有经济跟私有经济 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第三个经济重点当中 有一个要深化国企改革 提高国企的核心竞争能力 就是未来中国的国企将会在整个体系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果这个政策是这样走的话 等于把过去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了一个回头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国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中国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政策的重点 上一节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经济政策要深化国企的改革 提高国企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意思就是在未来中国的经济架构当中 国有企业将会占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 国有企业代表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国有企业就是计划经济的代名词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时候啊 朱镕基当总理年代对国企进行了所谓的深化改革 当时的改革是什么呢 就是把一些国企把它民营化 为什么要民营化呢 因为国企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当中啊 这个国企既庞大又臃肿 而创造的效益又低 很多国企处在这个亏本 甚至是这个破产的边缘 在那个年代 很多有权势的人可以通过非常低的这个成本 就可以把这些濒严破产的国企买到手 而这些国企被这些市有企业买到手之后 被这些民营资金买到手之后 它并不是在原有的企业模式上进行创新 更多的 实际上这些企业直接破产倒闭了 然后把那些员工遣散之后呢 这个企业本来所拥有的土地就变成了房地产商发展项目的这个资源 所以当时的国企改革啊 是对国企进行这个深化改革 然后把这些国企卖到这个私营企业手中 而现在这个所谓的深化国企改革呢 是提高国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让它变成一个行业的龙头 一个行业的领导 如果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被国企占了主导地位的话 那么私有经济个体产业还能够怎么发展呢 我对这一点呢是非常有疑问的 而更大的疑问是这个所谓的处理好国企经济和社会责任过这个当中啊 有一句话叫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我们刚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其实就是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 市场经济是政府尽量少的用政府的这个行政权力去管市场的运作 去管这个商品的流向和分配 让市场来决定什么商品应该多生产一点 让市场来决定商品的价格应该是怎么样 因为市场是个最好的机制 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场的机制运作的话 那么国企计划经济就不应该扮演角色 如果计划经济扮演角色 中国政府的这个行政能力在市场当中扮演角色 就肯定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式 这个政策的第四点呢 是更大力度的吸引和利用外资 要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要扩大市场准入 加大现代化服务业的这个领域的开放 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这一点呢 我也是觉得这个政策跟现实是非常的矛盾的 所谓的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的投入 这里面有个基础的条件 就是中国所奉行的这个经济制度 或者是政治制度 有没有让外资放心的来投入 现在在这个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之下 生产供应链正在转移出中国 之前我们讲过了 中国的这个十月份的进出口大幅下降 但反过来呢 欧美之间的贸易额呢却正在上升 我想这一点就说明了 欧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角色 慢慢取代了中国的角色 而生产供应链转移 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它什么时候完成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现在这个生产供应链转移 肯定正在现在进行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当然很需要外资像过去改革开放 前30年一样 加大对中国的投入 但是这个投入有个基础 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国家对中国投资的环境的这个信任度 美中之间的对抗 恰恰就说明了 美中之间在这个经济环境当中没有信任度 而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这种信任呢 也越来越薄弱 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如何能够用大力度来吸引外商来投资呢 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个新的经济政策当中啊 没有具体的政策 比如说你是不是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重大的改善 这一点我想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引进最先进的疫苗 莫丹娜和菲萨 据说这两家公司跟中国在谈中国市场的时候 中国要求他们交出这个疫苗的配方 如果交出配方的话 换句话来说 这个知识产权就等于交到中国手上 这是对西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吗 很明显不是 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话 那么请问外商如何要放心的到中国投资呢 毕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很多外商在这方面已经吃了大亏 接下来如何让他们放心的投资 如果没有相应政策的话 我觉得这个第四个重点也很难在明年实现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要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重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这一点呢 我想讲究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要如何防止债务暴雷呢 在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啊 据说提出了中国要加大这个政府 对这个经济行业的这个投入 特别是房地产行业 如果加大投入的话 等同于中国的央行 又要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那么这种量化宽松 本来就是个增加债务的过程 本来已经有债务危机了 再量化宽松的话 那么对这个防范重大金融的经济风险 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呢 这点呢 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讲到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个经济问题 讲到这个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既复杂也简单 复杂是因为影响这个经济 影响社会 影响政治的因素很多 但是说简单呢 其实中国的经济政策 争来争去 就是一个市场机制 还是一个计划机制的问题 1979年 中国为什么要决定改革开放呢 这就证明了1979年之前 中国所奉行的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 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才需要这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1979年改革的时候啊 当时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 有一句这个定义 就是中国的国民经济 已经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但是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呢 中国又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什么拒绝呢 很简单 政治体制的改革 就是用西方的民主制度 来代替中国过去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话 这就会出现政党轮替的局面 换句话来说 共产党有一天有可能变成在野党 其实台湾的民主改革 关键点就在这里 如果当时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 不愿意变成这个在野党的话 台湾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成功 所以中国在这个政治改革这方面呢 因为不愿意变成在野党 所以坚定的维护政治体制 这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当中 政治和经济 这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发生了这个矛盾的冲突 比如说 现在中国有很多政策改变 那么为什么会改变呢 其实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 阿里巴巴作为中国一个大企业 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打压阿里巴巴呢 同时还要打压什么滴滴打滴啊 还有什么新东方啊 等等这些 在中国非常有知名度的企业 在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大的企业呢 因为这些企业本身 它就有外资的存在 当这个阿里巴巴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影响中国的政治 而外资的因素 又让它影响中国的政治 必然走向了政治自由化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当中的庞然大物 通通都在前一段时间被打压呢 因为它们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政治 已经威胁到中国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要把国企做大呢 国企本身就是国家所掌握的企业 本身就是在国家的计划经济当中 这些国企无论它再怎么庞大 它不会威胁到政权的存在 所以用国企来取代像阿里巴巴 滴滴打滴啊 腾讯啊 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 就成了新的经济政策 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 就造成了目前中国在经济上 所出现的困境 就造成了中国跟西方国家 跟工业文明国家之间 在这个外交上 在经济上 在投资环境和法律上的不信任 中国目前这种矛盾的政策 让我想起了一个词盖世武功 我们知道中国的武侠小说 影响了很多人 包括我在内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非常迷恋这个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这个情节 如果写得好的话 会引人入胜 但是武侠小说 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呢 武侠小说在中国大行其道 基本是从清末开始 清末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入侵 武侠小说当中所描述的 大侠的这个盖世武功 可以轻易的打败敌人 给中国读者的心理上 产生一种安慰 就是过去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打败西方列强呢 是我们的盖世武功失传了 如果我们有盖世武功的话 八国联军算什么 这种情绪啊 在民间是十分盛行的 但是我们认真来思考一下 我们用理性客观的态度 来思考一下武侠小说当中的描绘 这个世界上 真是有那种盖世武功吗 盖世武功都有个特点 除了能够轻易打败敌人之外 他的这个修炼是不容易的 特别是这个修炼本身 跟人的这个肉体的机能 是产生激烈的冲突 所以修炼盖世武功都非常危险 比如说葵花宝典 如果你练这个武功的话 那么就会把自己 某一部分功能给废掉了 盖世武功的修炼 跟人的身体的自然规律 产生了冲突 其实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政策 跟这个幻想中的盖世武功 有非常相像的地方 就是市场经济 令到中国的经济繁荣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要改变市场经济 但是又要保持中国的经济繁荣 甚至更繁荣的话 这本身就是跟自然规律相冲突的 但是恰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政策的描绘 就是描绘一种 可以跟经济规律相克的 一个经济政策 而令到中国的经济强大 这种武侠小说当中的盖世武功 真的会存在吗 我个人觉得中国经济发展 已经证明了 中国应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如果现在希望以计划经济为主体 然后允许于部分在引导之下 生存的这个私有经济的发展 这种发展的模式 能够起到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所创造的辉煌经济成就吗 再加上跟西方国家出现的互不信任 会令到中国能够吸引外资 在经济发展方面 能够得到外资的助力吗 我觉得武侠小说当中的盖世武功 在现实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 而矛盾的经济政策要想改变中国明年的经济形势 恐怕也非常难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